備受關注的焦點就是今天我國新增了14個新冠病毒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 創下了7個月以來單日新增病例新高 當中13個人還是印尼籍的移工 其中12個人是都搭同一個班機返台 而他們其實跟先前的案607都是他同一班飛機 至於還有另外一個確診患者案640 他是由美國入境的 反國的時候是沒有症狀 但是在之後出現症狀 這病毒的腳底抹了多少油擋都擋不住 臺灣新增了境外移入14例 創下7個月來單日新高紀錄 案62711號印尼入境無症狀 檢疫期滿裁檢確診 案628到639 12個人群聚 12號來臺灣跟案607是同班機 其中一個人檢疫期間喉嚨痛 其他人沒有症狀 檢疫期滿 採檢都確診 案640則是長期美國工作的臺灣男性 20號返台無症狀 檢疫期間喉嚨痛 通報採檢確診 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的12人群聚感染 跟先確診的案607是印尼同鄉又是同班機 儘管飛機上的座位看來都做得挺分散的 入境時也都有減負陰性的證明報告 到底是怎麼感染的 案607當實驗出來的病毒量也是比較高的 那應該是屬於傳染力比較高的一個指標格案 剩餘檢體我們會再拿來做這個基因序列的鑑定 跟相關的比對來看就是說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事件 假如說我們發現說它的基因序列都是同一個 那比較可以去論述說也許是同一個時間點一起感染的 不過如果說基因序列是分成兩個甚至三個不同的話 那就也有可能是在印尼各自分別感染 然後只是到台灣一起被我們檢出來 同班機的確診移工並不是來自同一個印尼當地的訓練所 其中有兩個人上課的G訓練所 被勞動部公告高風險已經暫緩來台 印尼的疫情被列為高風險國家 確診人數到現在50萬人 每天新增五千名病例陽性率百分之十四 但是來台灣的印尼移工從十月一號到現在 四千一百一十九人入境 有五十個人確診 以確診率百分之一點二來看 指揮中心要大家不要擔心 會觀察印尼的疫情 滾動式修改對策不會束手無策